来到汉口的这些日子 从吃不饱饭 到打下一片江山来不容易 让我就这么轻易地逃走 再做一次丧家之权 我不甘心 我是个男人 或者最后一个爷们 肩膀上屁事都扛不了 我对不起祖宗 是 今天我要办的这件事 有一定风险 十有八九 会把命打上 可是这件事我不做 以后我就算是活着 我的心也死了 您懂吗 您愿意我后半辈子 变成行尸走绕吗 当年老太爷年轻的时候 咽不下一口气 非要杀了皇上的小舅子 全家上下拦都拦不住 我记着 老太爷当初跟他奶奶 也说了这样的话 你 你 霍小脸 你可真是霍家的种 错不了 指定错不了了 大孙子 奶奶怎么劝你 都没用了 都没用了 没用了 那奶奶问你 你还能找着赵书成吗 找他干嘛 现在是民国 不是大清朝 你要非去杀人 你得先找着赵书成 让他保你一命 你别忘了 你给北伐军立过功 就凭这一条 北伐军新政府 就能保你一命 你 笑什么呀 大孙子 能活着 千万别找死 老太爷多大的英雄啊 杀了皇上小舅子 他都知道 拿金条买他一命 然后带着全家南下 这才到了西洋 这才续了我的闲 这才有了你爹 这才有了霍家的乡妥 奶奶 您放心 能活着 我绝不找死 什么 那个冒充你的 是你的兄弟 是 这 不知者不罪 再说了 你也没打中他的要害 他长得 太像你爱枪嘴的祸 还有那个跋扈啊 不提了 我以为啊 他就是个混子 打着你的旗号 到处招摇撞骗 能不给他一枪吗 更何况 还有人给了我银票 谁给了你银票 让你打我的黑枪 你猜 这个不用猜 在汉口最恨我的人是沈三爷 不对 那是谁 你干爹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我金大牙 从来不跟朋友说假话 谢谢你 来人 来人 管先生 管先生 您这是 霍晓菱死了 您怎么还做噩梦呢 沈三 沈三爷 比霍晓菱可怕多了 他随时会把我随时万断 扔到江里位于 你 错 错错错呀 我管子坤就没有这个命啊 我做的什么梦呢 想跟沈三爷在汉口 平分秋色 这就是做梦 我这是搬起舌头 擦自己的脚 管子坤啊 你是聪明一时 糊涂一时热 快快快 马上准备一份厚礼 沈三爷补办寿宴 我得去 哪怕是跪下谢罪 我也得去 妈 妈 妈 今天老三要补办寿宴 我去帮他治理 嘿 看见了这个 瞧着橙色就好 估计您老喜欢 我就给请回来了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好东西 来历大了 听说产自热核 就那么一棵树 能接这种核桃 打一百年前起啊 北京的王公大臣 派人看着那棵树 每年结的最大的一棵核桃 都是要献给老佛爷的 妈 您快看看 妈 您看看 您看看呗 妈 你 你 来人哪 来人 你别喊了 你家里的人都被我的朋友捆了 扔到西厢房了 你 你帮我妈妈怎么样了 霍晓琳 你帮我母亲怎么样了 您放心 这个 是在戏班子借的 您的母妈好好的 我的兄弟请她去看戏了 你放心 沈三爷 嗯 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 嗯 专门给您准备了一出戏 那是专门从金城请来的戏班子 全都是明娟 他也爱听戏啊 嗯 咱不来陪我听呢 沈三爷今天 他要补班寿宴 他来不了了 所以才专门让我陪您看呢 嗯 嗯 你也是唱戏的吧 我啊 我看就是 你呀 就像戏班子里边的那个 丑群 扮相挺好的 一上台 肯定给你个满堂财 绑架我们嘛 想干什么 想给沈三爷败寿 你 只有您 侯五爷 才能安排我出现在寿宴上 对吧 你究竟想干什么 侯五爷 您是高人 霍孝林不想跟您绕弯子 我要干的事 对我没什么好处 因为我要冒着掉脑袋的威胁 可是对您大有好处 您的才干 比沈三爷差多少 您就愿意一辈子给他当管家 如果您想从管家变成真正的爷 其实咱们可以合作 我跟沈三爷是一辈子的兄弟 霍孝林 你没死 说明你有点手段 但我告诉你 在汉口想跟沈三爷为敌 你还差远了 是 您跟了沈三一辈子 可我听说 他没拿你真的当兄弟 只拿你当下人罢了 江湖上的传闻我也听说过 半年前您做错了一点小事 沈三就让你在他的公馆跪了一宿 对吧 红五爷 您都这么大岁数 我真是为您鸣不平啊 百圣堂李爷给沈三爷拜售 上进公司林经理给沈三爷拜售 乔家光乔爷给沈三爷拜售 乔爷 里边讲 杜爷给沈三爷拜售 阁老汇 马爷 给沈三爷拜售 马爷 您里边讲 杜沙口 董爷给沈三爷拜售 疯子辈 老大 九条龙 给沈三爷拜售 走 九哥 九哥 这什么意思 五爷的意思 今天呀来的人多 待会儿的家伙 先让我帮大家保管一下 酒喝美了 走的时候再取 还是武叔想得周到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大家高兴 喝多了 这玩意终于走谎 来 老大 到了 慢点 麻烦通报一次 金带牙前来给沈三爷拜售 您好像不是帮你的兄弟吧 还不是 正想趁拜售的机会 给他老人家磕头呢 金大洋 给沈三爷拜售 您先等着 让不让进去 那得听里边的 三爷 金大洋 给您拜售了 金大洋 就是开万里方赌场的 那小子骨头挺硬啊 可这些年来跟咱们也没什么来往 今天这是 他下午找过我 说之前 因为霍小林跟北伐军接了梁子 赌场开不下去了 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要想在汉口混下去 得投在三爷的门下 所以他就求我说情 想在您做寿的时候表表孝心 日后您开山门的时候 收他当徒弟 他还说 好 潘老鬼 那件事你是找金大洋做的 是 那就请 一枪崩了霍小林的主 配端我沈公馆的饭碗 正好黄麻子死了 还真是腾出个空来 金大洋在汉口也算是个人物 万里方的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想到我的门下 不是坏事 三爷有话 请 金爷 请 金老板是吧 待会儿的家伙 请放在门外 等等 怎么 还要搜身 要搜啊 金老板 您别介意 您是外人 没办法 得罪了 金老板 请 请三爷入席 给三爷拜授 给三爷拜授 给师父拜授 都起来吧 谢三爷 老鬼 你是客 坐着 谢三爷 金大洋 给沈三爷拜授 不 诸臣三爷 万首无将 金大洋是吧 你的意思 五爷跟我说了 这以后都是自己人 你也做吧 谢三爷 众位弟兄 都请入席吧 开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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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兄弟 你替我挨了一枪 我霍笑凌这辈子 都对不住你 您别这么说啊霍老板 那谁都知道 您也是大人 我替您挨这一枪子 值了 我听说你愿意给我当替身 是因为欠了人家的钱 欠了多少 一千块 一千块 既然还不上 为什么朝人家借这么多钱 我没借 没借你怎么欠的钱 您知道 我是干什么生意的 不知道 我 我 我是吃软饭的你知道吗 软饭 什么叫吃软饭 我 我 结巴什么 我不结巴 吃软饭就是 靠女人吃饭 你做的 你做的 可真不是什么好生意 是啊 我这不 走投无路的时候 换上六哥了吗 做了您的替身 替您挨了脚板 霍老板 我那一千块钱我替你换 真的 真的 我 霍老板 那你可真是大老板啊 从你以后 我再也不吃软饭了 我跟你换 还能动吗 能 今天缺人手 老贾 你再当一回我 还当枪胆啊 那得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来 等等 你是 对不住 我来晚了 收礼的在里边 不过你是谁啊 我们沈三爷的寿宴 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 我不是来送礼的 我这是孝敬您的 麻烦您哪 帮着吆喝一声 兄弟我一会儿进的时候 也好有点面子吧 这 这 这 小意思 小意思 收着 收着 麻烦您给吆喝一声 动静大点就唱 那行 报个名号 我帮您唱 文韬武略 天下第一的 您先唱着 这是前半句 窝露怕里边记不住 全都是为了个面子不是 行 文韬武略 天下第一道 霍孝敬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霍孝敬前来给沈三爷拜寿 霍孝敬前来给沈三爷拜 你愣着干什么 给我出去杂了他 霍孝敬 霍孝敬 你 现在汉口不太平 兄弟们出门都带着家 今天的寿宴 请侯五爷加一条规矩 让他们把枪都留在门外 您放心 看在您对老母亲 一片孝心的份上 我不会伤着您的 来来来 大家继续啊 谁知道哪儿来的憋三捣乱 别搅了三爷的雅兴啊 来来 是啊 就算他霍小林的鬼魂回来 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和徒弟们在 三爷 我们还怕他兴风作浪不成 老四 谁不知道你呀 鬼见了你都怕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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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 三爷 快酒 三爷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 您请 好 啊 哈哈哈哈 霍小林 谁也不许动 哎 大眼珠子 你瞎眼了 你还不快崩了霍小林 霍小林 你快动手 这扇门交给我了 来一个崩一个 大眼珠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动手啊 去你娘的 谁敢动 哎小兔崽子 你还反了 脑子跟的是霍小林 哎呀 哎呀 霍小林 霍小林 我不想杀那么多人 但是下司爷和九条龙你 我明白 其他人都看他们俩的眼色 这两个人 必须死 霍小林 沈三爷 我不想有今天 可是为了活命 我没办法 这个人曾经跟我说过 这世上 人只分两种 一种是吃人的 一种是被吃的 我不想被吃掉 所以只能 死 死 死 兄弟们 跟你他们拼了 活一个算一个 行了 谁也别动 枪在人家手里 你们想白白送死吗 霍小林 还有一个该死的 你快动手啊 沈三爷的人 我也略知一二 你说得对 夏老司和九条龙最该死 如果他们不死 就会乱成一国中 他们人多 一旦乱起来 谁胜谁负 可就不好说了 其实我不想杀那么多人 反正也得杀人 不怕再多一个 你干爹 朋友 我要是你 那滚老鬼早就死了 出卖干儿子 是不是比沈四儿还该死 霍小林 你还用于什么 我来 不要 他是我干爹 你 郭队长 里边的人听着 放下手中的武器 我是警察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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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队长 行凶的是我霍小林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带我走吧 把他给我靠下来 是 我 郭队长 霍小林 他胆大妄为 无视法度 无视政府 明目常胆地杀人哪 想必 立刻想必 想这种人不处 汉口 永无安定之日啊 管先生 我没记错的话 霍小林应该是大龙山行的少东家吧 是是是 是我一时糊涂 看错了人 霍小林 他狼子野心 狼子野心了 诸位 你们大家都看见了 杀人的是他霍小林 他跟我关子坤毫无关系 冤有头债有主 有仇的 大家一起上 掐死他 掐死他 现在就掐死他 掐 初位 我管子坤 真的跟霍小林没关系 今天我是诚心诚意地 给沈三爷来出售的呀 霍小林的诈 千万不能寄到 我管子坤的身上啊 今后在汉口 大龙山行的生意 还得靠大家多多支持啊 支持啊 支持啊 请 请 谢谢 朋友们 客气傻 尝一尝 怎么样啊 不错 很地道 跟我在法租界喝的是一个味儿 这就对喽 我这里呀 其实根本就没有咖啡 你要喝 我只有叫兄弟们到法租界给你去买 路太远了 拿回来的时候都凉了 我又让他们在外面用小锅煮了一煮 才给你端进来的 老郭啊 老郭啊 你真是个有心的人 和霍先生交朋友 我哪敢不用心呢 再说是霍先生有心在前呢 什么 你要对沈三爷下手 还事先来告诉我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当然知道 您是郭队长 我是警察局的 你要杀人先告诉警察 是啊 不先跟您打声招呼 我怎么全身而退 对了 刚才忘了说了 我要在沈公馆杀了沈三 你疯了吧霍孝林 你才来汉口几天哪 你和沈三爷都 他是如来佛 你顶多也就是个孙猴子 还想全身而退 做梦吧你 老爷 如果有您的帮助 有什么不可能的 上次在沈济茶楼 那也是沈三爷的买卖 您及时赶到 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 说吧 那次管子坤 给了您多少好处 您不说我也知道 您不说我也知道 您想啊 我现在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 大龙商行怎么跟朋友打交道 我会不清楚 过去五年加到一起 管子坤给您的 也没有这么多 这是我孝敬您的 这 这 我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你要到沈公馆去杀人 我帮不了你的 我不会只靠您一个人 我这里不笨 你只要在合适的时间 出现一下就行了 怎么 管子坤的银票是银票 我的就不是 谁会和钱有仇啊 没错 我老郭是爱钱 可是我也是讲江湖道义的 如果你杀了人 那是会被枪毙的 我收了你的银票 让你活着离开沈公馆 回过头来 我还是得枪毙你 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老郭以后怎么混哪 有了今天的交情 咱们就是朋友了 死在朋友手里 总比被沈三儿的手下乱刀砍死 要舒服得多 我担心 他们不会给我留全尸啊 霍小林 你这什么路数啊 任何人摊上这事 他都会跑的 跑 我不跑 谁让我从小就爱吹牛 说自己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呢 跑了我对不起祖宗 更对不起我自己 你 好 霍小林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我坐这把椅子有些年偷了 还从来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 你小子看上去是个小白脸 没想到是条汉子 霍先生啊 请您喝了这杯咖啡 我也算是尽了朋友之遗了 上方有令 立即枪毙 这消息啊明天就会见报 内容是 黑帮火拼 警察队长收到献报 申请守犯 次日正法 以正视听 题目不错 可惜啊 没有我霍小林的名字啊 霍小林 你真的假的 你演文明戏呢 你真的就 一点都不怕死 反正还有一会儿 总得让我把这杯咖啡喝完吧 这么香的咖啡 我得慢慢喝 你慢慢喝 不急 别忘了 你给北伐军立个功 就凭这一条 北伐军新政府就能保你一条命 你不敢杀我 不是我要杀你 是上方要杀你 给沈三爷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交代 上方有命令 我有什么敢和不敢的 看在朋友的面子上 我会亲自行刑 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走吧 我说你不敢杀我 是因为我崩了沈三 是奉命行事 奉 奉命 你奉谁的命啊 北伐军的大官 我忘了告诉你 我一直在为北伐军和新政府做事 要不就凭我跟沈三爷作对 岂不是以卵击石 故意找死吗 郭队长 背车吧 送我去见北伐军的大官 你协助我为政府除掉沈三 应该会受到嘉奖的 放心吧 我不会跑的 你可以亲自押着我 到了那儿你就全明白了 沈三原名沈子清 本来也不是汉口人 年轻的时候 在乡下好勇斗狠 就是个流氓 摊上了人命官司 才逃到汉口 跟另外一些亡命之徒勾结在一起 组成帮派 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有了一定势力之后 开始在汉口打马头 辛亥革命 中华大帝喜得春色 封建腐朽的清朝被推翻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 我们有了崭新的民国 可是沈三和他这种恶势力 一直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 存活在社会黑暗的角落中 汉口马头 不 无论是哪里的马头 都应该属于人命 可是沈三利用他的徒子徒孙 长期霸占马头 蒙骗政府 盘剥商骨欺压苦力 这些年他手上的人命 何止十条八条 时至今日 伟大的北伐 撵走了反动军阀 可是还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 新政府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也腾不出手来 收拾沈三这种恶势力 作为汉口商界的一名普通人 我霍孝林 杀了沈三 为民除害 为政府分忧 是 我杀了人应该请罪 可是我杀的是沈三 您一定会明察秋毫 理解我想为政府立功的急切心情 只要您恕我无罪 日后我定当尽心竭力 为政府做事 为国家做事 鞠躬尽瘁 此而后已 新郭的 道 你拿我当什么人 救军阀吗 你以为我这里是 吴佩孚的军阀政府 霍孝林这一番慷慨陈词 是他在为自己当众行凶招见口 他在胡说八道 难道你听不出来 孝三 笑话 政府会支持他随便杀人 不错 沈三却是盘剥百姓 手上血案累累 难道就轮到他 跑到林亚家里杀人了 那还要政府干什么 你还把他带到我这儿呢 唱这出戏 他说什么你们都信 他杀了人 还想找谁开拓就找谁 他想去哪儿 你们就护送他去哪儿 你们警察就是干什么值的 长官 您总得讲点交情吧 我可是为你们抢回了军火 你是为政府做过贡献 但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这是在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 来达到你打码头的目的 你说沈三可恶 该死 如果我纵容你 你就是下一个沈三 新国的 到 你赶紧把霍晓林给我带走 他当众杀人罪不可涉 该枪毙枪毙 跟我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把他压下来压下来 长官 我可是赵书成的义兄了 那又怎么了 就算你是赵书成 国民革命军的义兄 随便杀人 一两个之罪 对不起 长官对不起 霍晓林 我都差点被你遍了 我告诉你 还不把他带下去 赶快赶走 长官对不起 对不起长官 我都差点被你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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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儿子想您 儿子好想您 儿子好想您 你 爹 你个畜生 爹从小让你读的圣前书 你都白读了 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 爹子 你应该好好孝敬你奶奶 爹做主让你娶了媳妇 你应该早一些为祸家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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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助紧 预备 来来 快 倒把枪放下吧 我亲自来 你 你 呦 掉眼泪了 你也怕死吧 我刚才见着我爹了 我正想跟我爹好好说说话 你们瞎叫唤把我吵醒了 来吧 枪毙了我 我就能跟我爹团聚了 我有好多话 要跟他老人家说呢 好好好 我老郭可是够朋友了 答应你亲自枪毙你 我一定说到做到 这八成啊又要占一身血了 回去以后啊 老婆洗衣服又得唠叨了 来 帮我交一声 先对杀人犯或孝林执行枪决 预备 预备 三 二 一 老公 报告 报告 郭队长 什么事儿 没看见老子在干活吗 局长电话请您马上去接 等会儿啊 你去哪儿 混蛋 开枪啊 打死老子 老子要去见我爹 我等不及了 开枪啊 你去哪儿 混蛋 开枪啊 爹 还能有合纵 但她说 请你去哪儿 可能 刘邻 厉害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送饭又送饭 老子还不饿呢 这都五天了 就知道送饭 也不见人来审我 既然不枪毙我 为什么不放我出去 老子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 等着我去传宗接代呢 梅姑娘 叫梅九哥先生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给他们使钱了对吧 我明白了 什么旧军阀新政府 只要有钱 什么都能搞得定 你赶紧想办法 把我弄出去吧 我孝林 我大少爷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顽劣的大少爷 但是你善良 简单 从来不会欺骗人 但是现在你变了 梅姑娘 叫我梅九哥先生 好好好 九哥 是我不对 我骗了你 可是沈三实在是该死 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啊 你知道你奶奶 有多担心你吗 你知道她多大岁数了吗 还有你那两个老婆 整天寻死密活的 都快把人给逼疯了 还有我 我听说 再晚一点点 你就要被执行枪决了 你死了 你这辈子欠我的 你什么时候怀 我 你敢说你不欠我的 我 你厮杀少爷虎的时候 要不是我断后 你能活着离开吗 我对不起你 我要是能活着从这儿出去 我一定好好地报答你 你想怎么报答我 我 我 我把那两个女人羞了 名正言顺地娶你 把那两个女人羞了 霍晓琳 你可真是重情重义啊 那是两个好女人 其中一个跟着你出生入私 还有一个为了嫁给你 连自己爹的性命 都赔上了 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 说出了羞辞 我 我以为你跟别的男人 有什么不同 原来天理下的男人 都一样 把门打开 我要出去 没姑娘 叫我没九哥先生 九哥 我知道 你肯定花了很多钱 才能进来看我 既然他们没有黏你 你就陪我多说几句话吧 五天了 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你 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快闷死了 只是以为闷 只是以为闷 今天我来 就是为了冲你这三个巴掌 第一 是以为你欺骗了我 第二 是为了警告你 以后好好活着 多想想奶奶 还有那两个傻女人 第三 第三 我要让你一辈子 都记住我 有捧场 还有几岁 几岁 我不许你赢了 就几岁 听我死了 你赢了 我不许你赢了 有情地的 这任是几岁 没回来的 几岁 管先生 郭队长来了 老郭 郭队长啊 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 清闲 管先生 吃我们这碗官饭的不好吃 哪有清闲的时候啊 每天啊都得办公差 是是是 那你今天到我这儿来 也是为了公差啊 那当然是办公差了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枪毙霍孝林的事 到我这里来 对吧 这行刑的日期定下来了吗 哪天呢 如果定下来 你一定要通知我 枪毙霍孝林之日 我大龙商行大败烟席 好好犒劳犒劳郭队长 和你这些弟兄们 听到了吗 管老板要犒劳你们呢 还不赶快干活 是 这在干什么 郭队长 你 你这什么意思 我也没办法 管老鬼 对 我只是个办事的 上面让我抓谁 我就只能抓谁 对不起了 管老鬼 请吧 郭队长 你进去 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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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去 郭队长 你进去 郭队长 郭队长 走 走 郭队长 郭队长 我们之间 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 郭队长 既然不枪毙我 还不赶紧放我走 走 是一定会放你走的 但是你总不能就这么走了 毕竟你在众目睽睽之下 亲手打死了三个人 而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你要怎么样的交代 那就是你霍老板说了算吧 我说了算 是啊 你打死那三个人 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吗 怎么个不得已法 你得写点东西给我 我知道郭先生从小饱读诗书 写这么点东西 对你来说 应该不是个难事吧 当然 除了不得已以外 一定还会有个幕后黑手 不得已以外 如果你杀人是被胁迫利用的 那就最好了 哦 我明白了 你是要我找人当替罪羊 没错 找谁当你说了算 你写谁 我就去抓谁 来人 笔墨伺候 笔墨伺候 霍 霍小林 对不起啊 干爹 霍小林 执礼包不住火 你让我办的那些事情 我本来想都承担下来自己扛 可是新政府太厉害了 警察局的兄弟也不是吃白饭的 查得一清二楚 我杀那三个人都是受你指使 想赖都赖不掉啊 霍小林 你个混蛋 信过的 你循私枉法 你捎了霍小林多少金条 你俩狼狈为奸 一起陷害我 走 你别忘了我 别忘了我 你进去 我别忘了 霍小林先生 您放心 按照上面的意思 这个人很快会被枪毙的 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不死 为什么呀 这个人现在不出 日后必成心头大坏 霍小林先生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管老鬼可是一直盼着你死的 他毕竟救过我的命 我还管他叫干爹 老郭 如果你能给他留一条活命 日后霍小林一定好好地报答你 这 你不说我们是朋友吗 这是朋友之托 诚诚诚 诚诚诚 谁让我老郭最重朋友呢 我想想办法 大不了啊 再给他找个替死鬼呗 拜托拜托 我可以 当然 您可以走了 我让两个兄弟送您回府 不用 多谢 来 大哥 大哥 霍老板 小亮 老冯 霍老板 你叫什么来着 对 约翰乔 您叫我乔约翰也行 好兄弟 怎么了 霍老板 您忘了 我替您挨了已经 这伤还没好呢 疼死我了 对不住啊 唉 小亮 我进了监狱 险些被枪毙 你怎么笑成这样 你不该问问 我在监狱里受没受苦 怎么出来的吗 还笑 都别笑了 小亮 你是不是我兄弟 你 是 当然是 一辈子的兄弟嘛 那你怎么 我知道 您在监狱里 没受什么罪 他们每天 还得好吃好喝着 伺候着您不是 您怎么知道的 刚被抓进去那两天 是挺悬的 都被绑上断头抬了 警察去那郭队长 还要亲手枪毙了您 不过 他刀下留人了 对吧 你们都知道了 那是 那三大嫂全都告诉我们了都 三大嫂 英特尔是大大嫂 翠儿是二大嫂 那梅姑娘不就是三大嫂吗 你是说 是梅姑娘救了我 除了梅姑娘 谁能有这么大本事把您救了呀 就算她有这么大本事 那也得有通天的门路不是 那梅姑娘了不起呀 又有本事 又有门路 知道您杀了的沈三爷 被警察带走了 我那大大嫂 二大嫂 一通鬼哭狼嚎啊 还得是我这三大嫂 镇定极了 人家直接就去了电报行 噼里巴啦 噼里巴啦 一通拍电报 拍了多少分 我数都数不清啊 光拍电报花的钱 都有好几百现代洋 然后就直接去了武昌城 见他全都是大官 那些大官 还全都给他面子 这才能在最后关头 力挽狂澜 刀下留人 才把您从鬼门关给拽回来 实话告诉您吧 大哥 我们五天前 就知道您肯定没事 房安得被放出来 我们都给三大嫂摆庆宫 摆好几回了 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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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回来了 老爷回来了 奶奶 老爷回来啦 没回来啊 是老爷吗 天生与您安然无恙对吧 快去看看奶奶吧 她最惦记您了 这两天 无论我怎么给她按脚 她都睡不好 梅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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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梅姑娘呢 走了 去哪儿了 回上海了 什么时候走呢 一走就走了 说去监狱跟你道个别 然后直奔码头 走 孙女 你别追了 你追不上 追上了也没用 你看看这个 今儿一大早 梅姑娘给我磕了头了 她把这个都留下了 你想想 你就是追上她 还有用吗 如果我死了 你不要想念我 把她带在身边 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她 她 多好的姑娘 要不是你非杀了沈三爷 本来是可以嫁进咱们祸家的 可惜 你说什么 怎么跟你说吧 那天梅姑娘上码头 帮咱们安排船 帮咱们安排船 她今天咱跟我说 她本来打定主意 跟咱们回热海 从此隐姓埋名死心塌地 给你当老三 给咱们祸家生儿女 可是 可是你出了事儿了 为了救你活命 她只能去求荣先生 荣先生打眼究竟 条件事 梅姑娘这辈子 永远不能跟你见面 所以她把这东西留下 让我告诉你 永远别去找她 你们俩的缘分 断了 我明白了 梅姑娘嫁的那个荣先生 用郭队长的话说 可以通天 既然她知道我是谁 又怎么可能让她的小老婆 留在我身边 能通天 有什么了不起 奶奶 你喜欢梅姑娘吗 我 要是跟这俩比 梅姑娘是不错的 真的 论门帝 婴头是个卖身奴 翠儿她爹是个捏脚的 梅姑娘虽然是唱戏的 总比她们俩强 论长相 婴头 比不上梅姑娘 村长得不丑 可她是睁眼瞎 论脑子 那还能比吗 既然奶奶喜欢 我一定 把梅姑娘娶回来 不急 我先把汉口安顿好了 我就去上海 奶奶 走吧 梅姑娘人都走了 咱们也该回自己的家了 我不回 我哪儿都不去 为什么 咱们霍家有公馆 霍公馆太大了 仇家还都知道在哪儿 我真不敢回去甚得好 那你 旧住这儿挺好的 这房子是梅姑娘租的 人家一租就是两年 反正她也用不着啊 今儿早上起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 让我敞坑住 我可告诉你啊 奶奶住这儿不许声张 万万不能让你的仇尖 知道了吗 都说管子坤是老鬼 要我看啊 他再鬼 也没我奶奶鬼 你们俩干什么 我好好的 都别哭丧个脸 哎 樱桃 做顿好饭 老爷 您要去哪儿啊 去商行 我才出来 生意上的事总得料理料理 你还要料理生意啊 好不容易出来的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汉口吧 闭嘴 离开汉口 离开汉口 你还会说点别的吗 我告诉你 往后你再敢说一句离开汉口 我立马掐死你 为了在汉口扎下脚跟 我流了多少血 你们知道吗 连沈三爷我都杀了 我还怕谁 管老鬼被我送进了监狱 我还怕谁 我霍孝林一个人 在汉口打下了天下 说离开就离开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 我不走 早晚有一天 我的生意会做得 比上海的荣先生还要大 那些什么天上的大官 得花我的钱 听我的话 我让他们枪下留人 他们就得枪下留人 我让他们找谁当替死鬼 他们就得找谁当 那个时候 老爷的意思 你们都听懂了吗 那个时候 他要把梅姑娘娶回来 你们俩呀 还不趁他没进门 好好伺候老爷 怀上孩子 真等到他把梅姑娘娶回来 你们俩呀 就更没有指望 从今以后 我不再是大龙商行的少东家 本来就很荒唐 我早已娶妻娜妾 是霍家的老爷 却给管子昆当什么干儿子 真是可笑 管子昆死不了 但是恐怕 会在监狱待一辈子 大龙商行没有了 永远不存在了 各位都是老人 愿意另谋高就的 随时可以离开 找不到活干的 我可以给你们备一份安家的废物 信度过我霍孝林的 可以留下来 即将成立的孝云商行 欢迎你们的加入 好 来就来吧 霍老板怎么还带了礼物啊 上次的事 让老夫人受惊了 五爷也费了不少心 今日霍孝林略备薄礼 前来致谢 霍老板 霍老板 这可就受不起了 这么大的风浪 霍老板毫发无损地蹚过来 侯武敬佩不宜 现如今在汉口 您是头份 您给我鞠躬 我哪敢受 孝林商行的生意刚刚起步 日后还请侯武爷多多关照 应该的应该的 来 霍老板请坐 应该的 那我孝林商行今日挂牌开业 您为什么不去捧场 武爷 别看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可如今 汉口的形势 我还是清楚的 沈三留下的买卖 武爷全盘接管了 在帮派里 武爷一呼百应对吧 那沈三 孝林商行的前身是大龙商行 大龙商行和贵帮联合签署 开发汉口码头的文书 上国报纸 现在商行换了招牌 可文书还得算数对吧 今天这个日子 您不来道喜合适吗 别人会怎么猜 别人会怎么猜 你帮里的兄弟会怎么想 难道我们的前仇 还要继续下去 老朽没想那么多 如果武爷这么不给面子 我是不是应该把咱们俩联手 干掉沈三的细节 跟贵帮的兄弟透露透露 孝林啊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今天本打算去的 可早上起来 浑身上下得不舒服 你要说老夫人身子不舒服 我会更加敬重你 没有什么比孝敬老人更重要的 多谢霍老板体谅 还真是家母不太舒服 我就没敢出门 你看 我说嘛 没有点特殊原因 武爷怎么会不来给我道喜呢 是 是 对了 老夫人有样请郎中了没有 我跟洋医院的洋医生很熟 要不要请过来给老夫人看看 不必不必了 已经全好了 我刚派了车 送他老人家听戏去了 那就好 既然老夫人全好了 武爷也就清闲了 你去 武爷 您也说了 这么大的风浪 我毫发无损地过来了不容易 可您呢 不费丝毫力气 就从一个管家 变成了真正的大爷 贵邦的实力我是清楚的 您这个大爷了不得 其实要是仔细论起来 为您的今天 我霍孝林是立过功的 对吧 那是那是 要说我对您有恩 也不为过吧 那是那是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您不该表示表示 应该应该 霍老板 你看这样好不好 今天晚上我做东 庆祝孝林商行 挂牌开张 汉口的商界精英 江湖朋友 我们全都请到 非常感谢 武爷出面 有贵邦的面子 我相信场面一定不小 以后我们 孝林商行在汉口 就算站住脚了 那军界和政界的朋友 那是贵兵更要请 还是武爷想得周到 让武爷和贵帮破费了 孝林感激不尽 胡老板 客气 上火上火上火 上火 往楼上 老夫爷 老祖宗 那今儿的场面 可真是太大了 霍老板 一声令下 猴五爷 这官官的 在汉口最大的馆子 大百业席 一百来桌 武昌城里的达官贵人 汉口见面上的江湖朋友 汉阳的厂长经理 凡人能数得着的 全来了 霍老板那气魄 那真是 我说那酒喝了 好了好了 别这儿比划了 人哪 昏了晚喝多了 六哥跟冯的哥 把他给送回家去了 好 你也走吧 这一身的酒味 俩废物 奶奶 什么废物 男人喝多了都不回来找的女人 不是废物是什么呀 丢人 奶奶 我不是废物 我会给您捏脚呀 既然老爷没事了 您就不用惦记了 我给您捏脚 您呀 就舒舒服服地睡吧 孝林商行 愿意为国家出力 霍孝林愿意为政府分忧 你 你还活着没被枪毙 是啊 难道不是您在关键时候 高喊枪下留人 才救了我的小命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 我怎么会救一个杀神发案呢 是这样 警察局搞错了 我是被陷害的 真正的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 我被无罪释放 我明白 我之所以能够重获天日 就是因为我为政府做过事 所以继续为国家出力的决心 孝林坚定不移 这不 我刚从监狱出来 就来见您了 侯孝林 你脑子没毛路啊 上次你来求我救你 我可 你 你 你还敢来见我 上次我就看出来了 您是一个正直的好官 少拍马屁 明明是当众杀人 怎么就成冤枉的了 你等着 等我同抽空来 我一定要好好查查 这个警察局 他搞什么名的 霍晓 我可告诉你 要是你花钱行贿了贪官 从监狱出来 老子照样会把你抓进去 我就说嘛 您是个正直的好官 请收好我的名片 如果有任何事情 需要我霍晓琳的 我都会为您干脑涂地 不是 不是 我想成为万里坊的股东 最好是大股东 霍晓琳 我知道你今非昔比了 没有我 你做得了沈三爷 我拼了命帮你 你不谢我 还要吞我的生意 您别着急 我金大牙算是瞎了眼了 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 想吞我的生意 好啊 放马过来 我金大牙奉陪到底 我们是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啊 我金大牙就算这辈子没朋友 也不会交你这号朋友 我想当大股东 是想成为汉口的荣先生 荣先生是谁啊 不认识 您不需要认识 其实我也不认识 我就是要把生意做大 越大越好 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先来跟您谈 如果你让我成为 万里坊的大股东 我不跟您分钱 还可以把整个 孝林商行的一成利 送给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汉口 谁不知道您金老板的威风 我要是给您当了大股东 别人就会给你面子 没错 在沈三爷的寿宴上 你我供过生子 这么大的忙你都帮了我 这么点小事 你不肯帮我 咱们可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 你又不跟我分钱 我凭什么要你孝林商行的一成利呢 我明白了 霍老板有野心 你是要做大 要的是名望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 好 我答应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万里坊的大股东 多谢 可是要上报纸的哟 我金短牙也要跟你霍萧林 露露脸 带哥 今儿这报纸一出 咱孝林商行 那是门庭若市啊 我这一上午 就碰见好几拨客人 他们做的 都是不大不小的买卖 他们都愿意把股份上出来 请您给他们当靠山哪 你真的 都是做什么买卖的 有那个开仿杀厂的 开当铺的 还有开烟馆的呢 开烟馆的 就是抽大烟那地方 听说里头可挣钱了 缝电眼珠子 胡老板 啥事 你也听到了 有个开烟馆的 想找我当靠山 可是吸大烟这事实在是太可恶了 好好的一个人 变成了大烟鬼 卖儿卖女的 这都是开烟馆的人给害的 离得远远的 井水不犯河水 我也就管不了她 可是她找上门来了 咱也别客气 你带一拨人 去砸了她的烟馆 告诉她 做这种买卖 找我霍孝林当靠山 那就是找死 大哥 你闭嘴 冯电眼珠子 胡老板放心 我让她这辈子 都不敢再开烟馆 货给人 胡老板 当兵的来了 当兵的 当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